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 大家好 我是陈淑婉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要来共同关注一个 非常重要的总体发展方案 中共中央国务院 近日就印发了恒情越傲 深度合作去建设总体方案 我们先带您来掌握一下 相关内容的重点 恒情越傲深度合作区 建设总体方案提出 合作区实施范围为 恒情岛一线和二线之间的 海关监管区域 总面积约106平方公里 恒情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 设为一线 恒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关境内其他地区之间 设为二线 澳门大学恒情校区 和恒情口岸澳门管辖区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 是用澳门有关制度和规定 与其他区域物理为网隔离 粤澳双方共商共建 共管共享区域 采用电子为网监管 和目录清单方式 对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 实施特殊政策 合作区的战略定位 是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 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 符合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 而发展目标是到2024年 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时 粤澳共商共建 共管共享体制机制运作顺畅 在合作区居住就业的澳门居民 大幅增加 秦澳一体化发展格局初步建立 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的支撑作用 初步显现 到2029年 合作区与澳门经济高度协同 规则深度衔接的制度体系 全面确立 各类要素跨境流动高效便捷 特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 秦澳一体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澳门经济多元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 到2035年 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 全面彰显 合作区经济实力和科技竞争力 大幅提升 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高效运转 秦澳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化发展的目标基本实现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深度解析为您介绍 今天的评论员是郑昊先生 欢迎郑先生 你好 你好 说完 好 其实在香港这里呢 我们有一段时间以来 其实更多探讨与关注的呢 都是越港澳大湾区 因为我们知道在香港这里 办了很多的一个研讨会 所以呢越探讨呢 大家就越能明白 未来建设当中有许多合作的一个规划方向 现在最新又看到了的是 恒情越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总体方案 没错 我们如何更好地来理解呢 对 今天我们要花整齐的时间 来谈这个有关恒情越澳 这个合作 深度合作区建设的一个总体方案 为什么呢 是因为 它释放了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号 就是我们知道呢 无论是越港澳大湾区 还是已经在2009年就已经存在的 这个珠海恒情开发区 那么无论是哪一个规划 或者是方案 其实呢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就是要加快越港澳大湾区的一个 深化推进和建设 以此同时在这里面又划分出了 相应的一些侧重的部分 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的发展过程当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于是后呢 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新发展当中 出现的新问题来着重解决 一些可能会在未来 妨碍越港澳大湾区 妨碍澳门特别行政区 发展的一些问题 于是后呢 在几天之前 就印发了这个恒情越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总体方案 就是为了要面向澳门的这个建设 来加快澳门的建设 同时把澳门进一步的融合到 吸纳到这个越港澳大湾区的里边来 我们知道越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概要 这个总体的一个概要是在2019年2月份 当时是下发的 里面呢是有单张 无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还是澳门特别行政区都有一个单张 但是呢 在这个越港澳大湾区的 这个总体规划里面 并没有非常详细地列出来 珠海航行和澳门之间的发展的一个 具体的非常细节化的内容 那么为什么现在要单列出来呢 这就是因为虽然航行发展了 澳门特别行政区也发展了 但是呢 这两地的发展过程当中 因为他们彼此非常融合 只是一合一桥之隔嘛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这里面呢 一些问题的主要就是 澳门的无论是学生居民 在属于或者是由澳门特别行政区管辖的 横秦的就是那个范围 那个范围是什么呢 就是澳门大学进驻了横秦的这个领地 一部分 在这个领地的部分里面 就是这块地里面 画归给这个澳门特别行政区来管 但是呢 澳门的学生也好 居民也好 要在这个地方发展创业创新 具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呢 他没有一个更加具体的 明确的一个细分和政策上的一个指导 一个保证 那么再加上呢 本身 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过程当中 还要全面地考虑到 横秦和澳门之间的一个特殊的一种关系 来补充强化两地之间共同来发展 造成一个共享 共商 共建 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格局 那么就必须要有更加具体 更加明确的 带有战略性的一个总体的方案 这就是这个方案出台的一个大背景 那么这个方案呢 按照它的性质上来讲 它是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来批发的 就是共同来刊发这样一个总体的方案 如果大家熟悉内地的政治文化的 这样的一种表达术语的话 如果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来发的 相关的文件的话 那它就是国家一级的 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案 它不等同于一个地方政府签发的文件 它是由最上面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来共同签发 那就是国家级的 中央级的 战略的发展的一个规划 所以从这个本身的发展规划的 一个性质上来讲 它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由中央亲自拟定的这样一个发展规划 它要比一般的规划要高出很多 那换句话说 就是按照我们的一般的一个术语来讲 就是特事特办 好事好办 快事快办 那么这是一个要在短时间内 就要搞出来的一个中央一级的 一个发展的一个区域 那么也有的香港的一些评论 我看到它甚至于把澳门特别行政区 未来的整个的一个 无论它的实体的面积 还是管其他范围 都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变故 澳门它比较小 它是一个城市的一个特区 一个特别行政区 大概就是可以土地可以使用的 可以盖房子用的 它的总面积100多平方公里 但是可以用人住的这个面积 大概只有33平方公里 但是它有多少人呢 有将近70万人 它在世界上人口这个密度是最高的 大家可能想到香港 香港是1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面积 740万48万人口 密度也很大 但是呢它只排在世界第四名 而澳门呢是排在前边 就是因为呢 就是本身澳门可以使用的土地 适于人居住的土地 只有33这个平方公里 是非常少的 对吧 那么从185几年开始 澳门就开始填海了 但是呢 你光填海也解决不了 人口的迅速的一个膨胀 和成长的一个过程 再加上本身的经济 文化各方面事业的一个发展 它需要更多的一个土地 澳门没有这个能力 来发展更多的土地 于是乎在2009年 当时呢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中央国务院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把恒秦 因为恒秦是一合之旺 一合之隔 这样一个地方就划给 划给这个澳门来进行发展 主要呢是把澳门大学给剥过去 那这里面呢就存在了一个 就是本身恒秦和澳门的 这个合作发展区 它首先面向的是要解决 澳门自身发展的一个问题 同时因为你澳门发展了 也可以更加的让 无论是这个粤港澳大湾区 还是珠海恒秦 能够协调共同的来发展 所以呢它从 这个规划的本身的一个设计来讲 它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时呢又有它的特殊性 这个特殊性呢就是在于 刚才我特别强调的 就是这个规划本身考虑到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一个发展 的一个客观需要 好了第二个呢就是 它列出了一些发展的 一些时间上的一些展望 时间非常紧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从今年这个时候 开始下发2021年9月份 那么到2035年 一共多少年呢 一共就14年的时间 而这14年 14年的总体的发展的时间里面 又分了两年两个阶段 一个是到2024年 一个是到2029年 那2024年呢还有三年 就要初步地形成一个规模 基本上要形成这个 秦澳之间的发展的一个新的一个格局 各项的一些要素 可以开始运转 各项的一些制度 规章制度都要形成一个雏形 那只有三年的时间 好了到2029年的话 也无非只有八年的时间 那么到2035年 一共就是14年 所以呢 每一个发展的愿景的目标 其实呢 都是时间都是非常紧迫的 我相信这个给澳门特区政府 带来了一定的工作上的一些压力 当然我们说这个压力肯定是有的 不仅是澳门 包括珠海 包括横秦这个地区 它是有的 包括广东省 它都是有的 但是有一点 在这个总体方案里面 说得非常明确的是 中央政府会大力地支持 这个支持呢 不仅仅是政策上的一个支持 而且在各种的建设 这个措施上 也包括税务的安排上 都会有非常优惠的一些措施 你比方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了 就是这个报告里面 这个方案里面 它提出来 未来秦澳合作发展这个区 它是不用向中央政府来缴纳税收的 而且呢 它在这个地区 这个合作区里面产生的产值的15% 是一个上限 在15%的以内 那中央政府可以提供补贴 提供财经上的一个资源 换句话说 如果你这个产值生产了实现了 本来呢 是应该是上缴一部分的税收 给中央政府 中央财政 但是呢不用 不仅不用 而且呢还可以按照15%以内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 来中央政府来白白的给你资金 让你来发展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既有政策 你也有钱去发展 这样的话呢就会促进这个秦澳 发展合作区呢 更快的更有力的一个发展 除了这些优惠的条件以外 当然进入到这个合作区的 无论是实体 对于个人都会在这个一系列的政策上面 包括税收 包括就业 居住等等 都会有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些条件 那么这里面呢都有详细的说明 这个地方要多大 这个地方呢106平方公里 不小了 那应该说呢比澳门还要大了 对吧 但是呢它并不是全部给澳门 它这里面呢有一部分已经划归出来的 包括澳门大学已经进驻的 澳门大学的分校已经进驻的这些地方 它是用物理隔阂的一种方式 实行一国两制 那基本上呢就是 全国立大常委会授权澳门特区来管理 进驻到这个地方 要有这个通行证 你要么是澳门的居民的证件 要么呢就是内地的人要进入到这个 要有一个进澳门的相关的一些证件 另外一部分呢是电子网络的这种方式 来进行项目的管理和电子的管理 换句话说呢 就是衔接内地的这一部分 那么内地的一些企业实体 要进入到这个合作区 它是用电子的方式 你得到了电子的证明文件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注册经营 因此呢它也是一种管理的一种方式 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了一个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一个 类似于准特区的这样的一个实体 那么这样的话呢这是一个创新 因为在过去中国的版图上是并不存在 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地区的 因此呢它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也先谢谢郑先生 因为下节还要继续探讨 休息后回来继续新闻今日台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台 继续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要带大家掌握的是 在中央政府公布了 恒勤月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总体方案之后 澳门政府还有澳门中联办的反应 带您了解 澳门特区政府5号发表声明表示 建设恒勤月澳深度合作区 是深入实施月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举措 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创举 是全面深化改革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的重要部署 为澳门成员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创造了新机遇 有利于增进澳门民生福祉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和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 将在中央的指导下 按照总体方案的要求 与广东省政府 珠海市政府 一起积极推进 恒勤月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 相信恒勤月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定能探索出发展的新体制 新示范 为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伟大实践 行稳志愿 注入新的动能 澳门中联办发言人表示 建设恒勤月澳深度合作区 对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丰富一国两制实践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发言人强调 总体方案从澳门和恒勤实际出发 注重政策措施的系统集成 在分线管理 税收政策 民生融合等方面创新举措多 付权力度大 体现了中央对澳门一国两制 成功实践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 也展示了中央支持澳门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推动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 发言人表示 澳门中联办将贯彻落实 中央的决策部署 支持澳门特区政府和广东省 抓好总体方案的实施工作 推动恒勤月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开好局 起好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继续要请教评论员 郑浩先生的一个观察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有关部门对于中央政府 支持澳门发展的一个回应 和态度 从当中我们还能够读出 解析出哪些信息呢 对 在上部分我们讲到 这个发展的规划方案 它主要是 整个大湾区建设的一个部分 而更加聚焦于 为了要推动澳门 经济社会的一个全面的发展 因为澳门时代太小了 它必须要借助内地的 很多物理的条件 这个物理条件的其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要素 就是土地要素 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土地 而人口又有68万人口 所以呢 它要想进一步的发展 特别是要彻底的改变 它的整个的产业相对来讲 比较单一的这样一个状况 来全面的适度的调整 产业的结构 发展一些新兴的 包括科研 包括创新 一些领域的话 那它就必须要有土地 同时还需要更多的一些人才 那么于是乎 根据澳门的这个实际的情况 当然就会有一个单独的 一个发展的规划的文件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个横行 越澳 对 这个深度合作 建设的总体方案 建设的这个总体方案 就是这个 就是根据澳门的这个发展情况 但是呢 我刚才在上一集的时候 也特别提到 就是因为它设计的是 澳门特别行动区 我们知道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两个特别行动区 一个就是香港 一个就是澳门 澳门是在1999年 12月成立的这个 回归祖国成立了澳门特别行动区 于是乎呢 凡是涉及到澳门的 一些发展的规划也好 计划也好 纲要也好 总而言之 你涉及到澳门 它就牵扯到一国两制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原则 因为毕竟 澳门特别行动区 是按照 澳门 这个特别行动区法 按照一国两制的这个原则 来建立的 因此呢 所有内地的事物 和澳门要接轨 要融合 要发展 总而言之 涉及到澳门 就涉及到一国两制的问题 那么关于这个呢 在这个总体的方案里面 也有专门的一些阐述 因为实际上呢 这个澳门的很多和内地的发展 特别是当中央 就是全国人道常委会 要授权澳门 参与内地的一些发展 或者是管理 特别是司法制度方面的管理的时候 必须要由全国人道常委会来授权 这是一个从属的关系 对吧 因为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动区 而你的司法管辖权 最终是由全国人道常委会来决定来授权的 所以呢 在这里面的话 这个方案里面 也有一些保障措施的 一些单独的列出 那么这里面呢 就详细解释到了 有关这个司法权力管辖的范围和措施保障 等等这些问题 但是我必须要说呢 因为这个总体方案 它是一个刚领性的一个指引 它还没有涉及到每一个方面出现的问题 如何去解决 它不会详细到 列出所有的 可能在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 合作的过程当中 出现一些矛盾纠纷 怎么样去解决 那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老百姓到这个地方去买房 买房的话呢 当然你要是在横秦 属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管辖的范围的话 它是按照澳门的相关的法律来进行买卖的 但是呢 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纠纷 而这个土地的所有权 它是中华人民国 它它属于中华人民国 国务院或者是这个中央政府授权 广东省 广东省授权这个珠海 珠海又授权 横秦这个发展委员会 来管辖它的土地 那这里面如果出现土地的纠纷的时候 这个司法的裁决 就要由 内地和澳门特别行动区 来共同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了 但是这个例子 这个这种情况是以后可能会发生的 因为它牵扯到用地的问题 用地不仅仅是居民的住房的建设 还包括了你比方说单位 企业 大学 科研机构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设施 服务也好 酒店也好 餐饮也好 它都会涉及到土地的使用这个问题 那这是一个 还有就业呢 就业如果是有劳务纠纷 或者是你参加的这个企业 它恰恰是由内地的企业 作为一个主体的 而你又是澳门人 澳门居民 那如果说发生了一些纠纷的话 你怎么样去来裁决 来怎么样去保障 这个就业者的合法的权益 这些东西的话呢 都是未来有可能会出现的 这个方案里面 有列出来 这个措施保障 但是呢 恐怕还要根据这样的一个 方案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来制定更加详细的一些规定 主要呢是法规这方面 澳门 香港 都是 应该说是比较成熟的 法治的一些地区 他们 比方说我们作为香港的居民 澳门的那些居民 在拿到这个方案的时候呢 他们更多的恐怕呢 想的是 我的法律的权益 是怎么保障 对吧 方案 在内地 它有权威性的一个解读 权威性的一个作用 但是呢 它毕竟在澳门 在香港 在其他的这个社会 它不是一个法律规定 明白我的意思啊 那 换句话说呢 就是这个东西 它不能够替代法律 所以呢 作为澳门的居民来讲 澳门的企业来讲 那么更多的 让他们更加放心的参与 融合到内地的发展 需要有坚实的法律的条文 来保证他们的权益 那当然内地也是如此 内地有很多的保障 内地军民企业单位 这种合法权益的各项的规定和文件 这个合法律 还有一些条例 那么所以呢 在这个方面当两地融合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总而言之 就是这样的一个总体方案 它是为澳门的发展 插上了翅膀 注入了新的一个动力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什么呢 澳门解决了用地的问题 解决了资金的问题 解决了来自于内地的人产的问题 它就具备了未来调整产业结构 和发展新兴事业的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我们看一看啊 我手上呢 有一个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局 非常新鲜出路的一个数据 这是2021年第二季度的 一个统计数据 你要知道在疫情期间 澳门的经济是一败涂地 它的这个全面的下降 都不是1% 10%的下降 它是百分之几十的一个退缩 包括GDP 就是本地的这个生产总值 但是到了今年 疫情管控得非常好 同时呢 这个内地或者是周边的国家 地区的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 澳门的经济出现了强烈的一个反弹 换句话说呢 就是到了2021年头两季的时候 澳门的经济开始迅速的发展 迅速的反弹 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它的本地的生产总值 那么是达到了69%的一个增长 博彩服务出口达到了1094%的一个增长 其他服务行业的出口达到了1362%的一个正增长 唯有投资仍然是负的 1%的一个负增长 那换句话说呢 澳门的产业结构主要是以博彩业 还有一些服务性的行业为主 那么当然这是它的一个弊端 就是比较单一了 当然澳门特区政府也是在不断地探索 多元化经营 但是如果说解决了土地的问题 人才的问题 资金问题 又再加上疫情受到了控制 而疫情之后的经济出现了强烈的反弹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相关中央国务院给的政策 就会很自然地让澳门的经济 出现一个更加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更加快速的一个发展 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就14年的时间 我们看到按照中央的一个部署 2035年就要发生根本性的一个变化 各种要素 各种结构 各种国家鼓励的产业 都要在横行和澳门落地深耕 出现一个全面的一个改变 14年我们就会发现一个 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所以总而言之 就是这样的一个总体的方案 对一国两制 新闻支援 对澳门的经济 民生 社会的发展 带来了极大的一个动力 是 所以我们以此呢 也对于这一次印发的 横行约要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总体方案呢 也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了解 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新闻金日谈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祝福大家都健康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